乖乖和我们去皈依殿 带他乱动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怎么就叫父王杀了你 太子 什么呀 全天下都知道 你是吕不韦的杂主 真把自己当太子了 还敢对我放开 放开我 你竟敢对太子无礼 我到了殿 还有更放肆的呢 放手 放手 朱卫想对我儿子做什么 父亲 王后 他没有杀我 王 王后 你怎能私下出刑 朝议尚未举行 你们便听信侍锦流言 随意污蔑太子 须之以下犯上 形同谋逆 人人得而诛之 更何况 我只是请二位大臣 吹吹冷风 清醒一下 他们发热的脑袋 我想你们几个 不想效仿二人吧 朝议要开始了 护送诸位去皈依殿吧 朝议过后 再来向太子请罪 诺 请吧 护送诸位 正儿 你敢一个人去皈依殿吗 母亲能陪我去吗 你长大了 应该学会面对这一切 待会儿春仪 吩咐你怎么做 一切都听她的 嗯 母亲在幽门宫 等你平安归来 太后 公子在吕府发现了金水 证明吕不韦就是盗贼 这件事我与王上早已知晓 既然证据确凿 那就开始下一个议程 今日来 咸阳城谣言四起 延及太子乃吕氏的私生子 而吕不韦与当今王后合谋 意图混淆王室血脉 篡夺大秦王位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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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 你不成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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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为朝廷重臣 竟也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杨泉军 你失礼了 无凭无据 怎可口出望言 军宫教训的是 臣 剑月 不过臣 毕竟是王上的旧父 有权对血统不明的太子提出质疑 今日特意请军宫来 就是让您代表宗室 亲眼见证 吕不韦与那赵姬的阴谋 我也想知道 我是如何实施阴谋的 不妨 看看杨泉军的证据 带上来 你是何人 奴婢是白将军府内的婢女 你与此事又有何关联 奴婢亲耳听到 殷小春曾与主人谈论过此事 她说 王后 与吕相有私情 我没有 这是构陷 皇上 太后 这是她编造的谎言 奴婢 奴婢可以向天发誓 奴婢正是因为得知了此事 险些丧命 所以 才被小姐带入了吕府 这么说 白将军也知晓此事 主人应该 早有所闻 证据呢 奴婢有证据 还请太后和王上过目 这发簪是吕相送给王后的生辰礼 而这帕子就是铁证 今夕何夕夕 千州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披好兮 不子够齿 心积凡而不觉兮 得知王子 山有目兮 目有知 心悦君兮 君不知 一首情诗罢了 谁不知相 这也能是证据吗 奴婢在吕相的房间里 发现了他与王后的情书 这帕子显然是旧武 而吕相 却舍不得丢弃 这首诗的前两句 字迹清秀 应该是王后所写 而后两句锋芒毕露 有开有合 是男子所写 这帕子的背后 还写了一段小字 征月朔淡 邯郸城内 生子正 叛君归 所以 很显然 这是王后当年生子 给孩子生父的报喜之信 至于 这是否真假 艳艳自济 便可知晓 吕不韦乃商人出身 野心勃勃 见王后生的美貌 便将以华又身孕的她 献与王上 八个月之后 生下嬴政 而吕不韦 却不费吹灰之力 窃取整个秦国 放死 浩兰八月产子 只因邯郸之战 他为了救寡人 被迫登上城楼 动了胎气 自己的妻子 与他人心心相有 而你 却还帮着他们欺骗大家 蒙蔽至此 是乃天下 第一糊涂之人 你 配当秦王吗 帮忙 寡人不配 当让给兄长吗 你们听听 这就是扬权军 捏造证据 陷害王后太子的 真正目的 他是要颠覆朝政 比寡人退位呀 扬权军 你这不光是构陷 更是谋逆 若王上当机立断 废除王后与太子 自然不必退位 若寡人说不呢 你们都亲耳听见了 王上为了这样一个女子 竟要将大秦的江山拱手让人 大秦的列祖列宗 听听你们这个不孝子孙的话 你们何以明目 这位宗室臣子 那还能释放这样的亲王吗 是啊 这 这可是妾国呀 不为何赵姬 才是真正的妾国大盗 赵姬红颜祸水 与不为大逆不道 此二人当千刀万挂 王上万无犹豫啊 但凡有一丝血性 如何能忍受得了这奇耻大罗 杀了吕不韦 杀了太子郑 堂堂大秦王上 为了一个女人不顾大局 大秦要毁在你的手上啊 储君大事 怎能听信一个婢女的话 实在荒谬 对 将她交给刑狱严审 便就知道 是不是做了伪证 寻公 您说怎么办呢 赵姬屡不为 图谋不轨 论罪当诛 白仲知情不报 视同共谋 至于王上 算是失查了 不止是失查吧 您难道忘记了 当初王上为治赵国 极须有人帮助 若无屡不为 他怎能回到秦国 杨全军 你什么意思 你们不仔细想想 紫楚回秦后 两位君主先后轰王 照我看 芭城是有什么欺求 而他为了继承王位 这才心甘情愿受他人愚弄 王上 你只有两条路 要么废除王后太子 或者引咎退位 杨全军 天下从无受邪的秦王 你如此步步紧逼 你以为 寡人容得下你这等 叛臣吗 臣为大秦尽忠 死而无憾 王上杀臣容易 然则 堵得住天下人的 悠悠众口吗 王上 关心则乱您是人 您应该亲自瞧瞧 那所谓的证据 是 是 有 是 是 是 杨犬军 你捏造证据 该当何罪啊 这条帕子 是赎锦 众所周知 秦灭巴蜀 垄断了赎锦 秦赵多年来征战贫贫 赵国的私仇 多半来自楚寒 战火纷飞 哪儿来的赎锦 吕不韦 那行走天下的商人 别人没有 他一定有 角落里 骨架添花的秀法 还是三个月前 刚刚传到咸阳 王后心爱极了 太子心念多大 难不成十年前 便有这秀法了 从王后怀孕 到太子出生 寡人都陪伴在侧 伪造一方帕子 便说是 给生父报信 我看哪 你这是 大梦未行 荒谬至极 杨泉军 你捏造证据 污蔑王后 迫使王上推卫 实乃是造反哪 是他 是他 是这个婢女 蒙蔽了本军 王上 臣也万万没想到 他竟为了一时记恨 便出如此谎言 阿满 你为何要帮助欺骗王上 是杨泉军 是杨泉军说 如果奴婢不交出此证据 他就要了奴婢的性命 大人 而且这叛子 确实是从您房内搜出的 死到临头还不悔改 脱下 我生输罪 我生输罪 奴婢不信 奴婢不信 王上 杨泉军 你污蔑当今王后和太子 一步步迫着当今王上退位 真是要造反吗 祖母 请为宋儿主书公道 太后 杨泉军罗列甲政颠倒黑白 挑拨王室父子之情 污蔑大秦正统王寺 罪不容诛 我乃王上教父 谁敢诛啊 来人 王上 你竟早是有埋伏 只能言语不合 便杀我泄愤吗 寡人不善言语之争 谁敢非议太子 杀掉了事 如此简单罢了 王上英明 太后 太后 姐姐 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本意 原本是 你翻开 我你是百年生日 竟然毁在你的手里 今天 我就不顾姐姐之情 替太后 敬礼门后 竟然毁在你 好狠的心 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本意 天下 杰得 第十幕 不出生了